今天是6月13号礼拜一 来看看台北市目前外头的天气状况 今天好久不见的阳光终于露面了 所以今天外出的时候 希望大家心情好一点 快乐一点因为阳光出来了 大家闷了好几天 前前都是雨湿答答的走在外头 裤子可能也会湿湿的 要不然我看很多人 有些同事都穿着拖鞋来上班 要不然骑车也是雨衣湿答答的 很辛苦今天看起来外头天气相当的不错 今天台北市外头目前是已经来到了24度 降雨几率是零 不过这是台北市的部分 其他全台地区的天气状况 我们要透过卫星云图来看到 那么其实今天的整体降雨的状况 是比昨天还要趋缓了 但是但是要注意了 受到这个西南季风的影响 在中南部地区仍然是会出现 局部的短暂震雨或是雷雨 其他地区今天是多云的一个天气形态 但是午后在北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 还有部分的东部地区 仍然是会有一些些雨的 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震雨 温度方面要提醒大家了 各地低温大约都有24到28度左右 所以算是蛮热的 白天高温要更比昨天要热一些了 在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呢 今天的高温31到34度 请大家出门之前呢 找一些比较通风啦 比较舒适比较稀罕的衣服 更要注意的呢 就是东南部地区的包括花莲啦 台东啦甚至屏东地区 因为今天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 在中午前后呢 更有可能会达到36度的高温 所以呢 请这个花东地区跟屏东一带的 观众朋友们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了 进一步来看到这个今天降雨的状况 白天的部分呢 其实可以看到主要呢 其实雨已经比昨天少很多很多了 受到这个西南风的影响呢 这个在中南部地区跟这个金马一带 今天呢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 或是雷雨 那么其他地区呢 其实都是多云的一个天气形态 所以今天天气算是蛮稳定的 主要呢在这个午后 北部啦 东北部会有这个局部的短暂雷震雨 所以呢今天 如果是午后要出门的话呢 恐怕还是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 另外在金门马祖地区呢 今天恐怕会有这个低云 或是局部的雾影响能见度 所以呢在这个金马地区 今天行车 骑车也要注意这个交通上的安全 那么接着呢 这个今天气象局仍旧是有发布高温资讯的 地点呢就在刚提到了 花东地区跟屏东地区亮起黄色灯号 黄色灯号什么意思呢 就是气温会达到摄氏 三十六度 所以呢今天中午 花东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屏东地区的这个观众朋友们 今天中午前后如果要外出的话 或是有在户外工作活动的话呢 一定要记得防晒要多喝水 好接着来看到一周的天气哦 这两天呢周一周二 可以看到这个雨势呢 已经比上个礼拜呢 趋缓很多很多了 那么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呢 只有中南部会有一点点雨哦 所以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余的一个天气情况 主要呢还是要留意高温的部分哦 在这个花东地区是比较热的 那么白天呢西半部地区也有可能来到三十四度 所以这个穿衣服上面呢 记得选比较通风的这个衣物 那么到礼拜三呢要记得哦 关键礼拜三封面又要渐渐的接近了 所以可以看到全台又会有雨了 所以礼拜三呢记得出门还是要带伞在身上 那么这个封面呢一直会持续到礼拜五哦 才会渐渐的往北来远离 好最后小丁尼呢我们来看到了 今天呢封面逐渐的北移 所以降雨趋缓了 不过在中南部地区呢 仍旧是会有一点点局部的短暂雨 那么东北部主要是午后会有一些些 这个雷震雨出现 那么东南部地区呢 中午前后会飙到三十六度的高温 所以提醒大家要多防晒多喝水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后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